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新官上任 還有董建華 有兩個國家領導人 都是香港人 很厲害 董建華已經做了政協副主席很久 腳痛後沒多久就已經做了 對香港的政策 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前兩天他就在一個政協的港區會議上 呼籲委員 支持一個曾經抱過的人 林健樂接受這個傳媒的查詢的時候就說董是這麼說的 他說 現在香港的環境是怎樣 現在整個大勢是怎樣 需要一個有承擔的特首 他說他自己是私人會支持一個他攬過的人 林健樂就說 他這樣說而已我都不知道他攬過誰 林健樂你不要玩了 你在香港生活也不知道他攬過誰 你不看新聞嗎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委員呂耀東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和想法 不認為董建華是指任何人 不要當市民智商等於零件 不認為董建華是指任何人 誰有圖為證 有新聞片看的 唐英年 董建華在會上表達了一些意見 叫記者去問問董建華 林鄭月娥的會員是怎樣 他說董建華是他很尊敬的前輩 他每次見到我 和其他的女官員 都是很親切的 而擁抱 是他們見面時候 慣常西式打招呼的方法 我不知道 西式打招呼的方法是這樣的 我都那些 曾經試過西式 用西式打招呼的女士 用這個方式和我打招呼 另外也有點尷尬 我不習慣 可能董 無論董無論林鄭都是讀翻書大 尤其是董 美國關係那麼多 用這個方式打招呼都不頂 不代表什麼 他不代表什麼 如果每個女高官都是這樣攬的話 當然沒問題 但是他在 政協港區的會議上 呼籲他們支持 因為這些人有票 他攬過的人 董建華大家還記得 我們一把年多 他做第1屆特首 03年50萬人上街 硬推23條有沙士 最後他腳痛就拜拜 然後還做政協副主席 以為 香港的 九七回歸之後的禍首 影響力暫過一段落 誰知不是 其實梁振英是怎樣上台的 話說在梁振英 參選之前 董建華有一次 麝орд 但就跟習近平 一起去美國之旅 傳情陪伴 董建華在習近平的雨邊 逆轉勝贏唐英年 董建華就英記一功 說服店習大大 當時還未做大大 還是國家副主席 不過應該是 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張德江那個位 所以如果這樣說 董建華 是禍港之手 拿台繼續禍港 因為他說服習大大接受了梁振英 於是禍港五年 這個才是做王者 大家知道 今天 他抱完林鄭 林鄭自己也承認 他出來宣布參選之前 是見過董建華 他也是完全根捉董建華的口徑 董建華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類似的話 胡超僧能力 和信任度都不及林鄭 即使他當選 中央都可能會 不任命 香港就會觸發憲制危機 他內部講話 董建華說過類似的話 林鄭又學董建華 在傳媒高層吹風會那裏 講同樣的一番話 你看到 林鄭背後的做王者 就是董建華 即是說 董建華 推完 這個 梁振英上台 做足五年 令到香港 怨聲再道 民怨沸騰 大家都覺得有些 非常難過 他突然宣佈被棄選 香港人高興了一個晚上 梁振英2.0 在董建華的力推下 又再登上特首的寶座 換句話來講 董建華在背後繼續和講 推完梁振英 再推梁振英2.0 有什麼辦法 不要計算 不單止 令人更加憂慮的就是 董建華 做政協副主席對香港的影響力 我相信他一把年紀 可能都會推下來 又或者不知道 今屆會繼續做 到 梁振英又做政協副主席的領導人 推梁振英上去和港五年的董建華 繼續影響香港 直接和港五年的梁振英 現在仍然如日中天地 在這個國家領導人的位置 雙劍合璧 我們死硬 兩個人一起繼續和港 香港人究竟受了什麼詛咒 我覺得 林鄭 其實她自己不知道 身處一個非常大的險境 另一方面 她可能是以一個 相當低民望 不過是高票 能夠當選 今後五年她是極度難過 不單止 她會內外交尖 會被西環指點點 扯線公仔 然後被攬過的老董繼續指揮她 因為老董是抬她出來的 然後還有她的前任梁振英 繼續影響香港 兩個太上皇 一個西環 你說林鄭 怎麼頂呢 林鄭不是最難頂的 不是最辛苦的 我想 730萬香港人 繼續給 三件 千絲萬女 四件 加上西環 千絲萬女關係 這個人繼續和港 繼續游論香港人 五年 大家就要問 我們如何自處 有什麼方法可以面對和應付 除了繼續抗爭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